国平教练组到底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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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疑会是最难受的 都知道王浩先前一直是樊振东的主管教练 樊振东能取得如今的男拼一哥 世界排名第一的成就 身后的主管教练王浩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而网络上又流传这么一则说法 假若王浩真的走了 马林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马林带的是女队 王浩带的是男队 原则是两人互不干涉 但马林的执教趋势却比王浩要好上很多 众所周知 如今女拼的一把手是李笋之导 如今年事已高 由于身体的原因 前不久还刚刚做了手术 马上也将面临着退休 等李笋退下来 毫无疑问 马林将会是最有可能顶上去的那位 从去年年底开始 细心的球迷们就能看出 在很多国外奔波的赛事场合中 马林已经逐渐开始取代理损了 而男队方面 由于秦志俭的原因 王浩近些年也很难去再进一步 再加上先前刘国梁下课的事件 让马龙秦志俭等人深受刘国梁的信赖 马林接替上岗 女拼的一把手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在这种趋势下 王浩另谋他路 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对他来说也许是种更好的选择 你们觉得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期再聊